如果說你這個環境繼續在這樣惡化下去 我不知道說將來農村路要怎麼辦 大家看這個老師人不錯 將自己的土地奉獻出來 老師自己的地圖出錢出錢都很多人 現在就越做越多人 大家就對這個幼稚的比較有一個認同 秀麗的水梯田 揮映著夕陽 一群農夫正有模有樣地揮舞著鼓棒 陣陣的鼓聲劃破了山野的寧靜 這裡是位於新北市三支區的共榮社區 居民們大多務農 趁著夕陽下山前的空檔 大夥一起到學堂上課 眼前美麗的梯田曾經一度消失 如今能夠重生 跟這群打著太鼓的農夫有著絕對的關係 紅磚瓦舍旁農夫學堂的二胡班同樣吸引了不少長輩 悠揚的旋律譜出的是農村生活的閒情 只不過這份閒情 對從小在這裡長大的林一峰來說 是得來不易的成果 像中文名字幕提供 当太阳的金光从山际线露脸 大地也在沉睡中缓缓苏醒 早起的林逸峰已经穿着妥当 拿起锄头准备夏天照看他的胶白笋 那我们三只乡因为水源比较丰沛 所以我们原来是生产水稻 因为我们这边环境的一个很珍贵的环境之源 就是水源 所以那个稻米生产品质非常优秀 后来渐渐转变为生产胶白笋 位于大屯山脉巴连溪流域的贡荣社区 因为有着特殊的地形及优质水源 早在鲜明开垦时期 就已经形成了梯田的景观 水稻一直是主要的农作物 后来因为人口老化 再加上地利的耗损 让许多农村土地面临休耕 转作胶白笋还是近几年的事 和林逸峰一样土生土长的花文贤 一大早就已经忙得满身大汗 因为他所使用的小行李天机 干土确实费力 因为我这些地银两个月前 经过诊治之后 因为现在要重新耕作农产品 所以说要将这些地银整理一下 才能整理 因为我们这个熟于平产 也就是梯田 梯田的地形 因为我们这些地银 这些银一枯一枯收拾枯 无法用那些大型的工具 只要用这些小型的根源机来翻土 因为我今天这个银比较淡 银比较淡 它的水会感到这个叶片的刀片 如果加了之后刀片射不走 所以市场会当机 所以从动作有点慢差 没关系 自己的工作慢慢做 安分 守城 乐天之命 石工农社区知名与生俱来的性格 作用背山面海的美景 对农耕却是一种负担 因为狭窄的地形 崎岖的坡地 要比平地的稻田 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 身为农村的中生代 林一峰切身体会到 在山区茅生的艰难 这边它是一个山谷环境 我们老祖先来这边定基的时候 它的房子都是建在半山腰 那半山腰是最没有用的土地 拿来盖房子 农地它是不动做生产用的 所以既然房子建在半山腰 有时候它会面临暴雨的时候的灾 很多灾情 激烈天气的变化 是山区生活最大的考验 突发性的降雨 往往造成难以收拾的灾情 林一峰还记得12岁前住过的茅草屋 因为山崩而毁于一旦 后来重建的房子也在1996年赫薄台风时被土石流摧毁 当时的它就曾经跟死亡擦身而过 又在清水锅清到一半当中 我听到我父母亲大叫一声 然后我听到我妈妈叫那么大声 我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赶快跑回来 刚从马路的西侧走过来 过马路以后 整个山坡地完全崩塌下来 所以大概那个时间 应该是十秒之内 我如果没有逃离现场 现在已经被活埋了 在这种不算友善的自然环境中讨生活 付出跟回收往往不成比例 于是青年人口逐渐外流 到了1980年代 家乡的老农 为了方便管理土地 开始使用大量的农药以及化学肥料 土地长期被化学药剂的影响 不但种出来的农作物有毒 就连附近的灌溉沟渠也有毒 溪流中再也看不到鱼虾的踪影 当时的共荣社区 正在上演着一出恶性循环的生态悲剧 只是没有人想到该如何改变这一切 气质温文儒雅的林一峰 本业其实是高中老师 2001年申请退休回到家乡 向往儿时农村生活的他 没想到回乡之后看到的 竟然是满目荒凉刁壁的景象 回到这边定居以后 一方面照顾我父母亲 然后一方面就是开始做雾龙的工作 然后我警戒到我们这边的人 还有环境等等起了很重大的变化 和我小时候生长的完全不一样 年轻人他已经完全放弃荣业了 再来土地雾弹相当严重 这几个因素 你让一个小时候在那边成长的人 他会坐立不安 如果说你这个环境继续再这样恶化下去 真的我不知道说将来农村路要怎么办 坐立不安的林一峰立刻发挥老师的本性 开始进行田野调查 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因有果的答案 那如果说农村前面用石头剂做管理 固然没有错 土地很干净 我们这些农村 尤其是在西流旁边的农村 它有一些原生物种 这些物种全部消失掉了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生态失衡 食物链中断 食物链中断以后 我们病从来也会增加 所以你农村物 在种农村物 你所使用农药量 这两样又要增加 那加上化学药量 这两样加下去以后 所种出来的农作物 它的品质非常差 都是有毒的 贡荣村的老农明德伯 务农岁月已经超过一甲子 他深切地体会到 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 如果遭到错误的对待 到最后 加害者也会变成受害者 我们当时的农药要增加水 水流进去 去那里面有水 它对于身体不好 担担的农药不好 我真的生态 我没有农药就农药不好 一只这样 这样好 那农药就不会农药了 他们都是用储草剂 农药喷洒 看不到翠绿的景观 一般来讲都是光秃秃的 蔬菜收成以后就全部光的 全部秃的 所有的田地都看不到一只青蛙 就整个农村的生态整个改变 改变是生命的常态 要变好还是变坏 全在人的一念之间 林一峰追根究底 终于找到了答案 如果想要土地改变 就必须让人的心先变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起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来让这边的住民居民知道说 我们目前那个环境已经恶化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一开始林一峰到各个聚落 推广无毒种植 利益相当良好 可惜因为他是个半路出家的农夫 所以很难得到认同 碰了一笔子灰的林一峰 干脆先从自家农地做起 把旱地恢复成水田湿地 让人猜不透的是 他并没有栽种经济作物 反而是种了一些水生植物 希望营造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 顺便起带头的教育作用 可惜同样的 村民们对他这种奇异的行为 一样不认同 大家有一部分的人 他会说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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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是从经济的眼光 那我是整个 我是从整个那个生态的资源来看 很多生物它失去那个栖息空间 那我们有很多农作物 必须要靠蜜蜂来寿伏 这些蜜蜂它没有蜜蜒 它的栖息环境也破坏 我们的蚊子很多 它需要两栖类青蛙来蜜食 那青蛙也没有了 所以整个天敌食物链系统 它严重了遭到断偏肺断解 如果说我们农村继续这样 发展下去的话 将来我们整个农村就不像农村 所以刚开始这些 周边的老人家看到他在做这些的时候 现在做农田富裕的时候 想说不错 这个常年在外 在都市生活的人 然后又是受高学历 能够愿意回来种田 觉得很不错 可是呢 在看他田里面做的这些 都是跟生产无关 然后他们想说 那他可能 应该是脑筋有点问题 所以才会好 好好的餐 不静着无冬无塞 然后可是一段时间 又在看这些东西 他们又觉得 都是一些很熟悉的东西 又可以激起这些老人家一些回忆 大家就开始说 这个东西什么用途 我以前用这个做什么 做什么 看着大家都用在土豆浅 他就鼓励大家说 不要用土豆浅 用土豆浅 用土豆浅来耕耳 给它出草 保留这个生态 整个环境 很多老人家都没办法 直接说我用土豆浅就比较近了 我用土豆浅滚要滚到常常 所以当初要突破这个平均 也是很困难的 经过这几年 大家看他的师弟 他奉原自己的师弟 做出来很好 大家来参观体验 大家来看 这个老师人不错 全自己的土豆浅 奉原出来 拿出课堂上毁人不倦的精神 林一峰把师弟赋育成功之后 又自掏腰包 找学者专家前来上课 开始得到一些回响 但是大部分的村民反应 依旧相当冷漠 应该是讲说 他在鼓励大家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有目的 因为是他本人在跟大家说 后来他觉得这一条路 没办法走 因为大家认为他是有目的 所以又正好 正好是农委会有一个 就是乡村 乡村人力培训 老师想说 这正好是个机会 请专家来说 所以他就成功 大家先来去上课堂 专家怎么说 在保守的农村社会中 要改变大家赖以为生的观念 谈何容易 与其被误解 林一峰认为 不如借由政府的力量来辅导民众 于是他主动向农委会提出申请 终于在2005年 共荣社区开办了第一场农村教育课程 整个社区凑一凑 大约有二十几个人报名 但是到课程结束时 只剩下六个人 对满腔热血的林一峰来说 就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我自己当然心里会有自我怀疑 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 不符合社会的期待 但是我是从生态 从生态观来看 虽然我们所做的 别人不正同 但是我们在协理上面 他是这样做是绝对对的 要自己要有一个理念 不要因为人家几句话 就受到影响 要很坚持自己的理念 因为林一峰的坚持 部分的村民受到感动 愿意和他一起投入生活 环境改革的行列 除了组成巴联西再生促进会 又推动社区加入水宝局的培根计划 改变的目标更明确 力量也更强大 完善的四年发展计划 循序渐进地铺陈出 通往愿景的道路 这些都是我们办理培根交易 之后每一年度所写的资料 这这么多 比如说94年我们办理农村交易 办完毕以后就写一个成果报告书 每一年度都有成果报告书 然后后来我们就做整体的社区的资源调查 给他做一个书面资料 然后最后我们在自己拟定一个农村四年的发展计划 第一年开始从认识自己开始 还认识自己的环境 认识自己的生态 自己的产业等等 这是第一年 那第二年我们开始慢慢进入主题 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第三年开始我一个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开始要进入产业 我们希望在地的产业 看能不能有一天有这个机会 在地就可以销售 所以我们培根计划 循序渐进 设计出符合村民需要的课程 自然能吸引大家参与的热情 培根计划最多曾经有118个人参加 一直到2010年结束 社区民众仿佛脱胎换骨 获得了新的知识 新的技术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不再只是梦想 过去的农村生活 譬如我们都是这样 你自己种做 自己种一些青菜 甚至自己种土 这些副食品是种寒酯 但这种生活 我们可以为自己一家 慢慢小的变成了 你只靠这种东西来生产 比较无法维持生活 我们随着农村栽生 这个贝根的教育之后 你能怎么对我们本身自己做起 甚至可以来影响到这个环境 到最后当然是自己的生活改善了 自己做好之后 可以来影响来参与社区的活动 让社区大家可以生活改善 对环境的这个环境 以前都没煮太多了 都用山草街 从前都用山草街在床 没注意这些环境的破坏 生态破坏 现在生活之后 就更了解这件事情了 想着老师的感动 在居民逐渐形成共事之后 林一峰接着想要改善的 就是污水处理的问题 因为他发现 没有设置污水下水道的共荣社区 家庭废水就直接流进巴莲溪 以及灌溉沟渠 造成相当大的污染 向来喜欢自己实验的林一峰 在2007年完成的污水处理生态池 效果超乎想象的好 这个农村在改造的时候 这个过程 我们也想办法 怎么样子让家庭的污水 它的污染度给它降低 所以我们办理很多 原始观谋活动 到外面去看一看 然后回来以后 自己设置一套 生态 水源生态 进化系统 首先第一道熟悉 就是我们这个池子 先给它设计一个圆形 希望水进来以后 造成一个漩涡 然后它的固体浮潜入 要沉淀可能比较快速一点 那固体浮潜入沉淀以后 它干净的水 从上面那边流到第二次 那现在水流到第二次来 我们要将微粒子再给它过滤 那我们这过滤的时候 是利用植物的根茎 那我们最好就是用这个 这个是称为布袋林 那我现在手上手拿这个根 它就是一个过滤作用 那这边它有气囊 所以它会浮在水面 那水流经过根以后 它将微粒子给它做过滤 然后过滤完毕以后 再流到第三个步骤来 我们种一些沉水性的植物 这些沉水性的植物 它吸收阳光以后 它产生光火作用 它会释放出氧气出来 所以增加污水中里面的氧量 然后我们第四个步骤 就是想办法让污水里面的细菌 给它减少 各位看那个水沉植物 它是左根了 它的根很长 然后污水它里面有细菌的话 它会附着在这个根上面 然后让我们污水的细菌就降低 我们第五个步骤 我们想办法要让这个水温给它降低 所以我们种一些浮液性 然后底下的水温它就会降低 那为什么要降温呢 然后就是要减少这些藻类的滋生 那第六个步骤 水流到石头缝里面 石头缝里面因为它很湿润 它会滋生维生物 利用维生物来分解水里面的销 那销本身是有味道 所以等于说除错 然后我们家庭污水 经过这六道的处理熟悉以后 然后到最后水就变干净了 然后我们就是主要原理 就是利用各种不同的水温植物布局 来达到净化效果 台大的黄鸿兵教授 是环境生态工程的专家 当初在规划社区建设时 给过林一峰老师很多建议 后来生态池开始运作 黄教授还带学生来这里研究观摩 生活污水是一个严重的污染 尤其是在这边的话 没有一个污水处理 因为在这边也不可能去做污水处理 但是我们这种农村的话 有地方 而且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 让它分解 我们的生活污水过来以后 先过滤以后 结果再进来的时候 碰到细菌的时候 细菌就来吃这些粪便 这时候的话它就可以分解掉 那细菌它也吃饱了 然后这时候 把它分解更小的时候 那等到再慢慢流过去的时候 一边流一边分解 一边流一边分解 那到最后的话 一个污浊的生活污水 就可以变成一个清水出去 这时候再让它流尾河川的话 河川的复合会比较轻一点 净化池完成后的一两年 效果就相当明显 社区水源变干净了 种出来的焦白笋 品质变好了 最重要的证明是 大自然的生态 在共荣社区重新复活 回想起那久违的挖鸣声 再次响起的夜晚 林一峰竟是兴奋到彻夜难眠 我第一次听到清花声音 那一天晚上 就是真晚就坐在那边 很不舍得离开 然后我几乎每天就在那边 那时候还没有 这边还没有真理 我就坐在石头上面 听清花声音 那种感受是别人没办法体会 因为那个小时候的环境 那种声音它回来 那那个是蛮让人感动 改用自然农法耕种之后 社区的生态越来越丰富 景观也更加优美 参访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为共荣社区带来 从未有过的附加价值 要去印这个植物 就是这个植物 都是我们在地的东西 而且又是我们在地的宝贵 就是要让大家认识 我们台湾这些土地有很多 代表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植物 这么漂亮 但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改变 环境改变 这些东西就都没去了 起先我们是第一步是尝试 再来就是知识 再来就是专业 我们的解说员 目前有好几个 已经进入到专业了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要创造生态给它产业化 所以我们的农村经济 是多元化在做的 不是说只有一个生产而已 但是生产是我们的最基础 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不会放弃 而且不只不会放弃 而且只能够增加 2011年 工融社区成立农夫学堂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 水保局农村培根计划的延续 也是社区居民继续成长 乐在生活的重要起点 我们参加农委会水素保值局 有一个培根计划 联系参加了六年 那这个六年 给我们农村经营很大的启发 这个成长的动能 我们不希望说 因为培根交易结束 那成长也跟着结束 所以我们设立一个农夫学堂 这个农夫学堂 就是能够延续 我们农村 那个成长的动能 那我们每个礼拜二 它会排那个讨论的时间 还有每个礼拜六 它都有才艺学习 现在增加每个礼拜四 另外一项才艺学习 也就是我们每星期 也很密集地在农村经营 做各种不同 多元化的成长活动 洪瑞新是共融社区农村教育中 第一批完成训练的六名学员之一 当他听到林一峰老师的构想 立刻与自家兄弟商量 提供家里已经荒费许久的土甲村 作为农夫学堂的兴建基地 这些啊 以前 以前 一个储藏室 那地条经 阁条经 五条经 还有一个扁肃经 就算说 以前就偷渴了 现在就是说 我们把草藏起来 做一个农夫学堂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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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兄弟兄弟兄弟 我们有这个共识 对林老师农村再生 他做的事情 大家都很支持 农夫学堂 就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之下 开始积极地运作 社区居民的心变得更加团结 也开始体会到农村再生的好处 只是对于土生土长的在地人来说 故乡的工作机会还是太少 单纯的务农生活 要维持生计 依旧困难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小农的经济 小农经济它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家庭生活 所以很多人 他就把农地的经营放弃掉 然后农地就这样子恶化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农村再生培根教育以后 我们想办法怎么样子来创造小农的经济 因为你把产业搞起来的话 让大家看到有希望 年轻人他才会回来经营 所以我们的产业本身 原来只有一个焦白损比较大众而已 所以我们再找其他的产业 看能不能搭配 一年四季都有农产品 比如说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广一个南瓜的产业 走出旧思维才能创造新世界 林逸峰在社区推广南瓜栽培 一开始只有12个农民愿意试种 宏瑞欣也是其中一个 为了学习种植技术 一行人还特别到台中新社取经 培根教育之后 我们新社区要新发展的一个产业 就是南瓜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品种的南瓜 就是春梁南瓜 我们现在先整地 好 爸爸 种金桂的菜枸先用起来 以前的金桂在这里 都种一些自己吃的 不然就种一些多少吃不完 吃饭了 培根教育後希望把南瓜做一個產業 新興的產業 希望市場能夠成功 那是最好 因為陳水良老師他在新鮮賣 他的金貝一塊三斤、四斤 他一斤賣一百塊 這價錢就很好 我們這裡親自賣 大概一斤、二十塊、三十塊就很好 農村再生的終極目標 是讓居民能夠在地謀生 對耕地面積不大的共融社區來說 創造高經濟價值的精緻農業 或許是產業提升的新希望 刮棚下一顆顆飽滿金黃的南瓜 是村民洪瑞欣經過兩年的觀摩學習後 勢種成功的新品種 因為當初勇於嘗試 讓他發現原來物農還有更多可能 以前他針金貝就是會針在肚子上 放在那裡,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他要生幾顆不知道 大顆、四顆也不知道 那些人都沒有夠品質 反正就是跨地吃青嘛 他生幾顆就幾顆 現在這樣我們就是一張金貝夠一顆 所有的營養分都給這顆 所以它的品質很好,非常之好 一分之,剛才可以針幾顆 要生幾顆,都是會放在那裡 從退休教師變成農村再生的推手 儘管已經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 但是林毅峰心心念念的還是如何找回土地的生命力 像這片兩個月前剛復原的水梯田 地主因為年事已高,年輕一代又不願接手 原本是一副荒煙蔓草的景象 今年在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重新回復水梯田生意盎然的美景 我們現在眼前所看到的這片梯田 它在三個月前不是這樣子的 它是漢地,它長滿芒微草 然後我們社區民眾大家合力給它復原 那復原好以後,現在恢復到原來的水梯田的狀態 所以它延伸物種植物,它也自己長出來了 然後在施工過程 原來我們和水晶共過了,它是沒有步道 然後我們也順便給它改善 就是原來這個撲坎,它是泥土的 它是崩塌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自己用氣死,完全沒有用水泥 用最自然的,全部用乾氣的 我們這個氣死都是很自然 它裡面有很多細縫 它是生態的棲息場所 所以我們很注重這個社區整體的生態環境 屬於濕地的水梯田逐漸在共榮社區重現 推廣無毒栽種的結果 讓土地恢復了元氣 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樣化 農地的周邊也不再是光秃秃的一片 反而可以善加利用 這就是魚腥草 我們俗稱為天然抗生樹魚腥草 我們也一直在給它富裕關體 它目前量很多 施地兩旁的田耿小徑 林一峰用來富裕魚腥草 在自家的田邊還設立了一座藥草原 栽培各種常見草藥 目的也是為了不忘本 小時候生病你都沒有錢看醫生 都是草藥的 那些草藥我們現在都看不到 年輕一代現在也不知道說 什麼是藥用植物 所以我現在設立一個 藥用植物的標本器 每一個箱子 栽種不一樣的藥用植物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東西很珍貴 我不要隨便地媚訣它 看似退休的林一峰老師 其實只是把教室搬到了戶外 從蔣台黑板到大地土壤 他教學的熱情始終都在 譬如說這邊它有艾草 這個艾草也是我們農村 一個很特色的一個藥用植物 另外這邊也有 這個也是很珍貴的 我們原生物種 仙草 我們一般是仙草兵那個仙草 在農村每一個季節 它都有各種不同的藥用植物 然後我給它放在這邊 來做複裔 做複裔的工作 那目前複裔的情況很好 它這個物種 我們現在也不怕它消失掉 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要先用耳朵聽 好 那我們就往下了 這個地方它會 因為它有很多的落葉 所以有一種青蛙叫古式赤蛙 它很喜歡躲在這種落葉裡面 所以你如果 可能小心的翻牠的時候 就可以找得到 喔喔喔 來來 趕快過來 這裡有一隻 哇 那現在的這個是長角赤蛙 可以看到牠的後腿 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都稱牠漏複裔 這隻是 貢的是赤蛙 我們一般都稱牠為貢丸 牠是赤蛙科裡面 體型最大的 那牠大部分 牠是一年世紀 都可以聽到牠的叫聲 那很多人聽到牠的聲音 都以為是狗在叫 所以牠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狗蛙 在這幾年的一個農村教育以後 整個社區的環境 不管是生態 就是變得非常的豐富 然後就吸引很多的一些遊客進來 所以我們就訓練了一批解說員 然後希望讓解說員 有一個比較專業的知識 那因為這邊的生態很豐富 然後尤其是到了夏天 到了晚上 青蛙非常的多 我們台灣有32種青蛙 我們這邊可以聽到20種的青蛙 所以算是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 巴蓮溪清澈的溪水是共榮村生存的命脈 為了避免生態環境再次遭到破壞 社區居民共同組成了互吸護魚巡守隊 定期沿著步道巡守 騰襲大自然的心意令人感動 我現在在收這個漁網 這個漁網是有人在那邊濫捕魚蝦 另外也有用大型的螃蟹籠子來抓魚蝦 像這種是主義比較小型的 我們巴蓮溪對在地人來講 是一條非常非常漂亮的溪流 兩岸旁邊有很豐富的自然生態 那假如說不維護這些的話 它會受到濫捕濫殺 所以說我們要來負責行爐這一條溪流 因為我們護繫行爐隊沒有公權力 除了欠導之類 那對於欠導不聽的話 我們就只有報警 由警方來處理 依法處理 六月初夏的蓮田 綻放一朵朵優雅清麗的姿態 粉嫩的色澤 把共榮社區裝點得格外浪漫 蓮花世紀推動南瓜栽培之後 另一項全新引進的高經濟價值作物 以優質的水源為基底 同樣表現不俗 目前種植面積已經擴展到1.8公頃 所生產的蓮子 品質優異 常常一推出就造成搶購的熱潮 現在就是人家都今年買就要訂賣了 我說這樣不行 因為這是庫廳吃飯的 我不敢跟你們大家印 你們老師開始提倡後 我們這裡大家對這個優雅的證明 還有大家就想說 這身體大家老要照顧 所以老師有帶我們上一些課 多少有吸收 現在就越做越多人 大家就對這個優雅比較有認同 人家對我吃好心心 我自己也吃好心心 因為我保證給你們吃就沒問題 凡事辛苦播種的必將歡呼收割 品質良好的蔬果是上天賜予的禮物 洪銳新將成熟的南瓜採收下來 小心翼翼地放進籃子裡 準備前往村子裡的農夫市集 我們要找到農夫市集 我們在餐裡有熟一個農夫市集 七、六、禮拜都有營業 因為這個山梁現在只有我們這裡有出山 這叫做村梁品種的南瓜 所以山梁就很少吃 這就是我們的新鳥祖廊 沿路的景色很漂亮 可以讓人來這裡欣賞參觀 在前往農夫市集的途中 已經看不到早年荒涼凋臂的景象 只有溪水潺潺 雲影相映的美景 走在這裡你會懷念起阿公阿嬤的時代 那種樂天之命勤儉惜福的美德 偶爾耳邊傳來幾聲鳥叫蛙鳴 舒緩了心中的壓力 林一峰說這裡是都市人的新鳥走廊 一世已久的簡單幸福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就在巴連西畔的產地 設立一個農夫市集 讓農民可以在地生產在地銷售 在這裡很多都是固定熟悉的老客戶 生產者與消費者是一種互相信賴的關係 因為新鮮有機的蔬果品質才有保證 在我們這裡農夫市集 只能夠容許無毒生產的人來這裡 我們要做七個 我們一方面跟社會民眾做一個 建構一個溝通平台 建立他消費者的信心 一方面也激勵我們在地的農民 你生產的傳統的習性一定要轉變 你不能農藥在山 化學部也要一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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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你廚房的廚餘 增加它的收益 这样子发展农村经济 有希望的时候 希望能够年轻一代 能够回来经营农居 因为共荣社区的农夫市集 假日经常涌进许多人潮 吃好豆瘦的情况 农产品时常供不应求 这样不但免去了中间商的剥削 又有生产履历的加持 自然就能创造农夫与消费者 双赢的局面 就很新鲜很健康 好吃啊有机的健康啊 对对对 我特别带他们来买你们这边的 我知道三只这边的市集 这家市集做得很很实在 所以我就带他们来买 谢谢谢谢 走了走了赶快去吃饭了 可以打烊收盘啊休息啦 谢谢谢谢大家 傍晚农夫学堂的厨房升起了鸟鸟锤烟 大灶中柴火烧得正旺 今天是社区共餐的日子 志工妈妈们早就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村民自己栽种的有机蔬果 都将成为桌上的佳肴 暗中就要共餐啊 每个礼拜二都有在共餐 我们每个礼拜二都有变化 变化的花样啊 今天这个礼拜就是南瓜馒头啊 对啊 这个是我们老师做的 来来来来来来 这就是南瓜馒头啊 那去吃的哦 第一个吃哦 所谓不吃一家饭不进一家门 社区共餐的意义 其实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或许只有在这块土地上 同甘苦共患难过的人 才能体会这纯菩菜色里的真滋味 我们现在每个礼拜 都有一次的大家一起共餐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大家一起吃完 能够迷记这个生活感情 然后在另一方面呢 能够达到我们生活简单化 就是达到节能简单的目标 合作与分享 是社区生活最美好的品质 从2005年到现在 林一峰老师坚持走对的路 不畏艰难 终于彻底改变了 共荣村的未来 生态系复苏 产业有出路 人人安居乐业 以自己的故乡为荣 我们把这个环境维吾好的 其实就是留给下一代 是应该是讲说 最好的财产吧 让下一代觉得说 上一代为我们做的 然后我们也会以生活在这里为荣 最主要是 这个村民的凝聚力 村民有没有共同的 对这个村庄的这一个未来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想法 因为呢 他们知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要在共荣社区这边呢 那来实施 来实现 这个农村发展 它是一个很艰辛 很艰苦的历程 所以我更能感觉到 就是你这个恒星 毅力是蛮重要 大家愿意奉献时间 愿意奉献心力 来为我们这个农村 来发展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 很大的向心力 然后再回到农村来 这个农村的生活 一方面让我们体会到 生命的价值 然后一方面呢 我们又可以传承 上一代 留给我们的价值观 大概我个人的 欲望不大 就是在家乡里面 希望家乡好一点 这样子而已 共荣社区的改变 启示着我们 尽管人会老 世代会交替 但是真爱土地的情感 才是我们留给 后代子孙 最无价的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